今天講中共講了很多 講習近平很多 講失敗 講成功 什麼都講 不知道收視有多高 因為現在有中文字幕 關於習近平都麻煩 關於中國都麻煩 已經去到這樣的地步 作為我們這些網絡平台 你要自大自強的 近期我將我自己很多的片 沒了新聞相片 第一 我不知道網絡23條是怎樣 第二 試一試不同的路向會不會令收視高 這個我真的要想的 雖然我沒有黃標 但是我知道我的限流有多嚴重 因為有很多網友都跟我說 為什麼不推片 我找不到你的頻道 自己都已經把我的訂閱 它沒有取消 但是YouTube自己取消了訂閱 希望大家加在這裡 接下來更加有 就是越來越多的 不同類型的事情要做 這樣看到昨天的顏順鉤 它寫了一篇關於香港的銀行儲備 大家可以細心去聽一下 看看 嚇出一身冷汗 標題很令到人眼前一亮 就是香港財政儲備夠燒多久 香港多年來 然要被人看的 就是我們有巨額的財政儲備 照目前消錢的速度 只能夠再維持兩三年 也就是說 給李家超管錢 再過三年 香港就乾堂 到時就要遮擠 或者望天打掛 數字說明問題 2020年初 香港財政儲備高達12000億 到今年10月底 縮減至6000多億 足足少了6000億 不到兩年時間 香港人的家底已經縮碎了一半 而本年財政年度首七個月的財政赤字 已經超過2700億 即是說 到年底 即使有稅收 都是杯水車身這樣 頂住 即是6000億的儲備 只能夠維持兩三年 如果再這樣下去 香港庫房的困境 怎樣來 照高天佑的分析 要是經濟低迷 利得稅和身份稅 印花稅 賣地的主要收入增長放慢 第二 是為了抗疫和維穩 政府開銷由2018年的4709億 暴漲至今年的財政年度 預計是8073億 足足升了一倍 而第三 經濟不好 本應減息刺激經濟 但是聯繫匯率又綁手綁腳 而第四 經濟差 政府推出補就業 電子消費券 這些紓困措施 屋樓更兼逢夜雨 日子越來越難過 而文章報憂不報喜 政治不正確 銀純歐要減輕不愛國的嫌疑 文章後半段就有一點正面的補獲 講的就是香港背靠祖國的強大 中央政府不會見死不救 聯繫政策還需要講政治 鑑於香港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 不排除必要時中央會出手打大鱷 似乎有中央做後盾 香港什麼都不用怕 看到香港背靠祖國 其實很多人好像我一樣忍不住想笑 祖國有這麼強大嗎 香港可以指望中共出手打夠嗎 作者是財經中心 也是財經中人 心知肚明 但是為信報的立場計 不能夠不敢講違心之論 來保護自己 更加有朋友幫忙 替我找到早前一則新聞 來自中央人民政府駐香港特別行政區聯絡辦公室 它的標題很長 中國人民銀行與香港金融管理局 簽署人民幣港幣常備互換協議 報導更加講 雙方在2009年開始 貨幣互換安排升級為常備交換安排 互換規模由原來的5000億人民幣 即是5900億港元 擴大至8000億人民幣 即是9400億港幣 人民銀行副行長 香港判公性表示 升級之後 協議無需再續簽 長期有效 互換流程進一步優化 至今使用更加方便 有關負責人表示 這個舉動 香港市場提供更加穩定長期 無限期的流動性支持 有利於穩定市場的預期 增強市場的 裡面發生的展動力 更好發揮香港離岸人民幣 業務樞樓的功能 真是大恩大德 美妙德 無以復加 照這樣互換協議 就是中共拿走香港 差不多一萬億的香港人的儲備 然後給一大筆人民幣給我們 本來換一次就要簽一次約 現在優化了 是直接不用簽 我來換就行了 假定只是換一次 那麼香港給中國9400億港幣 然後換回8000億人民幣 香港人拿這麼多人民幣做什麼 原來是提供流動性支持 穩定市場預期 增強市場內生發展的動力 充當離岸人民幣業務的樞樓 港幣做我們流動性 增持不是更加好嗎 沒有人民幣 香港人的市場 預期就要崩潰 香港沒有內生發展動力 香港又這麼迫切 要充當人民幣離岸的樞樓嗎 自2009年 中港簽訂了互換協議之後 經歷了梁振英 林鄭月娥和李家超三朝 中共已經從香港換走了多少港幣 高天佑沒有說數字 今天香港財資儲備只剩下6000多億 即使中共胃口很小 這樣香港今天的家底 已經不夠與大陸政府 再互換一次9400億的錢 香港人的家底 三兩下就被中國掏空 寫到這裡 就明白高天佑的政治正確 補獲有很大的必要 香港乾堂已經不可避免 唯有假設中共財大棄租 隨時可以出手打救香港 但中共外匯早就已經枯竭之勢 中央與地方外匯數萬億債 連普通人都要出國探親 都很難拿到外匯 中共看著外匯 好像狗瀚馮金佬一樣 哪有餘力來照顧香港 香港人的儲備令中共吞口水 簽這個升級版的互換協議 就是方便隨時可以拿走香港的港幣 頂住它的外匯孤竭 如果中共志在打救香港 就會把港幣留給我們自救就可以了 為什麼要換走我們一大筆的儲備 何況香港人根本上就不等人民幣洗 香港人拿了巨額人民幣有什麼用 既然不能夠用人民幣 與大陸和外國做生意 也都不能夠給香港人用 這樣這一大筆人民幣放在庫房裡面就是歐洲 如果大陸的經濟下沉 人民幣的幣值下跌 香港人的財富又會跌了一大截 一旦中國頂不住 人民幣衰到貼地 香港人更加連渣都不能剩 另外中共拿人民幣換走港幣 那香港人可不可以隨時拿這些人民幣 換回香港港幣回來 這件事各協議有沒有交代 這兩單新聞照來看 就明白香港危在單值 很多人都會有這個疑問 就像我這樣 其實我對經濟外行 但是你要問一下這件事 香港立法會本來是有權過問這件事的 但是現在立法會只有政府和跟班 誰敢亂說 於是香港人八年辛苦積下來的家當 就隨時被掏空 香港人知道我們可以做什麼 但是這件事切身利益利害 肉材砧板上用人採角 我們有什麼辦法可以看著自己的荷包 同不同意都好 節目做到這裡 拜拜